大家好,我是明忠,我是平忠,我是國民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今天第一集錄製的江江江江 OK,第一次默契沒有那麼好 那其實江江江江是我們一個新的嘗試 那我們主要是想說我們過去是在道路上在走的過程 那有一些議題其實我們覺得想要深入去聊它 或者是說最近發生了一些時事 我們想說有一個機會跟大家好好的細聊 所以我們特別除了原本的三江開獎之外 我們今天這樣一個江江江江的節目 我們做一個新的嘗試 然後我們聊一些比較深入的議題這樣子 國民黨他最近他一直在討論市長這件事情要不要初選 以及說他剛通過的一個初選的規則 好像說對年輕人有加分 那對於說國民他你過去因為是曾經在國民黨體制裡面 有參與過選舉 那也許就國民這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到底一個年輕人在國民黨裡面參與選舉的過程是怎麼樣 以及說現在的一個加分的制度到底有沒有幫助 那我們請國民 像之前的話我有大概拍一個影片 之前拍一個影片就是代表說 就在講到提到就是說 國民黨他的青年這個階段這個層面的部分 他是流失的 而且有很多很多都已經加入離開 那在這方面的話其實 之前拍完影片之後呢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影片的影響 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那個時段之後 就可以看到 哇國民黨對青年 這部分好像非常非常的著重 包含強哥 他就直接說 欸我不參與下一次的議員選舉了 然後就說欸因為很多青年覺得 國民黨沒有未來沒有希望啊等等的 然後提拔他的那邊的助理吧 是好像助理吧 是好像助理 助理出來選 國民黨這一次對青年呢 的加分 甚至是他們內部都覺得 一定要把青年這部分加強 那加強的部分呢 我之前看到齁 你最強的最高喔 可以加到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欸你青年如果參與初選的話 他可以 譬如說第一次參選 然後幾歲 好像45歲還幾歲以下嗎 我忘了 就是青年的部分的話 他最高可以加到百分之百 意思就是說 這一次 如果 有青年 想要代表 國民黨參加初選 出來競選的話 你的民調呢 就算很低的話 如果百分之百加成 你有可能 會代表 國民黨初選 甚至有可能把之前的一些前輩呢 把它壓下去 如果那個 數目是在後面的話 你就有可能 把它壓下去了 然後這一部分的話 我就覺得 紮成的話 可能加到百分之百 好像有點太超過 對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市長的話 目前 說要參選的 有我們的那個 陳以信 不分區立委 然後現任的 謝龍介議員 還有上次有參與 市長選舉的 高師伯高委員 這三位要代表 國民黨參加 才能是市長的初選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的話 以信立委的部分 他確實在知名度上 會比較低一點 但是目前 整個環境來看的話 國民黨好像比較希望他出現 但是 謝龍介議員 他的知名度 如果以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他的山水 這三位裡面是高的 是最高的 我相信這個大家一看都知道 謝龍介 謝龍介議員 謝龍介議員 這麼厲害 如果國民黨由他來出選 可能贏面會比較大 但是也不要忘記 高師伯上一次 高委員 上一次參選的時候 他差 黃偉哲也大概五萬多票 差五萬多票而已 所以的話他的實力也不容小距 所以這三位 最後出選 誰勝選出來呢 我個人覺得的話 都可以拚拚看 當然民進黨不用說啦 之前 我們的 零九萬嘛 零九萬有大概提到就是說 隨便推一個西瓜 出來選 就會當選 真的 對啊 沒錯是這樣啦 對民進黨就是這樣嘛 在台南的話就是很穩啦 雖然上一次選了 沒有票數沒有那麼高 但是的話 還是當選啊 對那這一次的話 國民黨 在台南的部分的話 不管誰出現出來參選的話 我相信都是一場非常非常艱困 而且是困難的一場選戰 我都是希望我們民眾黨可以有出現一個類似像寒流旋風一樣的真摯人物的把我們整個民眾黨的聲勢給拉抬起來 但是我們是希望是真正就是有才華有能力的這種人物啦 不要說只是流於這種 算是旋風式的 口號式的 對旋風式 然後一閃即逝的這種人物啦 那國民黨的部分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在地方 跑的時候 我有聽到很多的風聲 的確好像是國民黨他們高層 比較希望說可以推出像陳以信這個這號人物出來 遠高於要推出那個謝龍介啦 那我不知道他們裡面的派系的這個劃分或是鬥爭是怎麼樣 但是我聽到的都是說他們希望陳以信出來 然後不希望那一個謝龍介出來 那至於國民黨有沒有栽培年輕人 或者他們是不是真的想要栽培年輕人 我覺得我個人是打一個問號 我覺得他們可能只是類似就是 可能比例上不會像我們民眾黨這樣子 過半都是幾乎都是年輕的素人 對 因為我如果我自己去看那個 我們永康或是整個台南的這個選舉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民進黨他們的選舉的模式 他們幾乎每一區喔 每一區至少都有一個新的年輕人 那國民黨的這部分 我目前只知道你們那一區是不是有一個 對北中西有一個新人 二十幾歲的小夥子出來 然後其他區我是沒有發尾 所以應該我們永康目前我得知的是沒有 那國民那邊你們那區有類似這種 少年那裡造出來 目前目前沒有 對目前也沒有 所以他們可能在這個方面 我覺得還要再加強 是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剛剛屏莊有聊到 其實在北中西有推出一個年輕人 剛剛提到這個年輕人 以及說他初選制度 特別優惠年輕人這件事情 其實也產生一個相當大的不滿 其實我要幫國民黨的那個 姚振宇姚姐說個話 就是說姚姐其實在在地經營 已經這麼長一段時間了 那他其實在出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獲得一個非常好的支持 但是突然剛剛提到的這一個年輕人 20出頭歲 過去可能是強哥他的一個行銷助理 然後突然冒出來了之後 居然有六個議員就站在他的身邊 去要去支持他 那這樣子對比之下 其實姚姐好像就被冷落了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 要去思考說 我們認為應該要更多的年輕人走入政治 但走入政治這件事情 它是需要經營的 而不是說一個空降的身份 然後就突然跳進來 就會發現說 其實你在地苦心經營 跟在地有連結的一些長輩 他們反而就沒有一個機會 這部分我覺得它是需要思考 但基本上就我們來講 我們基本上都是支持 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去關心政治 更多的年輕人參與政治 但是我們覺得政治它是需要 好好的去經營 而不是說OK 突然有一個可能二代的身份 就突然到參與到其中 但其實過去可能在政治上 都很少看到他的相關參與 那希望說即使是一個年輕人 參與到政治裡面 也應該好好的經營地方 好好的跟大家有一個連結在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其實在進行當中 那其實大家都很關心這整個的發展 那我們想問問品聰說 對於這個戰爭 它的一些看法是如何呢 我覺得這個戰爭 因為你要先從它為什麼會發生 來開始講起 因為我覺得 烏克蘭跟俄羅斯 他們其實就是相鄰的兩個國家 以前也是同樣都是蘇聯的加盟國 那後來因為蘇聯解體 所以就各自獨立成烏克蘭跟俄羅斯 但是在俄羅斯的心目中 他會一直覺得說 其實烏克蘭應該是他們俄羅斯的一部分 對俄羅斯人來講 他們會覺得是這個樣子 所以普丁他可能會是想要 就是那種類似 重返榮耀或是那種民族復興的那種理念 所以他希望說 當烏克蘭一直往西方世界 就是西方自由主義 自由國家這些靠攏的時候 他會希望他把它給拉回來 可是因為 俄羅斯我覺得俄羅斯就是一個 如果用一種形容詞 就是一個 就是像胖虎一樣 到處去欺負一大堆小國 然後又希望說你要來挺我 可是小國民就不想要 不想要跟這個胖虎在一起 那當然自然會想要去依靠其他 比較和善的這些大人 比如說歐盟 比如說美國 所以當那個烏克蘭一直往西方靠 的時候俄羅斯他就做不了 那俄羅斯為什麼會敢發動這個戰爭 我自己個人的判斷是因為 大概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因為西方國家他們 綏靖主義的就是孤習主義 非常的盛行 那孤習主義是 就像二戰之前 德國他侵略捷克斯洛伐克 然後波蘭的時候 西方國家都是 孤習德國發生這些去侵略其他國家 他沒有做出一些比較實質性的舉動 包括這一次烏克蘭戰爭 其實歐盟一開始 他們也是沒有什麼非常強烈的一些 舉措出來 突然發現要變成核戰的時候才突然 全部都跳出來 然後後來是因為烏克蘭人 他們非常英勇的去抵抗俄羅斯的侵略 把這個戰局打成有點膠著了 不然一開始美國也說 他絕對不會派兵去介入 這一個烏克蘭戰爭 那歐盟他們也是態度非常的曖昧 那經過這幾天的這個戰爭 歐盟開始 美國開始 他們大量的投入這些軍備的資源 進入到烏克蘭 可能他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最後被出兵 但是目前的這些經濟上面的制裁 然後軍備上面的協助 都有陸陸續續的開始增強 然後增加了這個趨勢 那第二點是我覺得因為從2019年吧 年底開始這個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的這個開始之後 其實整個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他變成一種相對非常保守 然後非常排外的一種氛圍 那因為疫情的影響 所以很多的國家他在經濟上面 他其實是還在緩步的復甦當中 當他國內經濟不行 然後各地都封城的狀況下 他可能也沒有那麼多的心力 想要去承擔這些國際事務 那最後一點就是美國因素 因為美國在去年的時候 換上拜登總統上台之後 可能他在一些國際的一些政策上面 沒有做到那麼盡善盡美 比如說去年的阿富汗大車軍的行動 因為整個車軍行動真的是荒腔走板 他扶植了那麼久的阿富汗政府 也在幾個月內就完全被塔利班給攻占下來 所以我覺得像蘇聯 俄羅斯或是中共 他們可能是看準說美國 美國是不是已經沒有能力 或是已經沒有這個決心 來去處理這些國際事務 所以他是不是美國已經不行了 我覺得在那個普丁他們心中可能會有這個疑問 這個問號 所以他就冒險一試 就跑來打這個烏克蘭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判斷 那國命你覺得呢? 關於他這個戰爭 他其實慢慢的有傳出一些影片 以及所有整個的資訊 那你覺得你看了這些資訊 你對於這個戰爭的想法為何呢? 其實我本身是反戰主義啦 反戰主義 所以的話我還是希望 還是希望就是以和平為主 那當然兩國他們 互相看杜蘭 要是要打政經 那也不是一般平民 能夠決定的 主要的話還是執政者 執政者 譬如說執政者真的 撞不住了啦 我要跟你吹下去了啦 受害最深的還是百姓 然後其實有很多像 我們有很多群組都會傳一些 相關的一些影片出來 然後當然 我可能就只有傳我們幾個 比較好的看而已 因為這種畫面實在是太血腥的 有那個腦漿啊 頭腦整個拿出來的啦 手段啊 然後那個 可能是那個炸彈炸到 然後身體都已經燒 燒灰大一種 所以戰爭他其實是非常非常殘酷的 然後當然 那我們這些人都沒有經過認可的戰爭 都只有聽說 或者是看過 網路上一些影片圖片等等 但是我想 經過這一次戰爭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 有去參訪 不是參訪啦 有去訪問過一些榮民 大概2014 13年左右那邊 他們都是大概八九十歲的老伯伯了 然後現在如果沒有破百的話 可能有一些都已經往生了 他們就有提到就是說 那這個之後呢 我們會拍影片 來跟大家解說啦 好 那今天簡單講一下就是 他們可能要拍 過去 然後開始焊馬車 然後去後面載屍體啊 或者是說 那今天 大家回來了 然後再看哪一個弟兄不見了 哪一個已經 沒有回來了 然後什麼 今天回來了 可能在那個軍醫院裡面 可能在急救 或者是已經被 推到那個 停屍的地方了 等等的 很多很多 甚至還說 回來還要踩著誰的屍體 啊這個是我的朋友 什麼 對啊 就覺得 那種戰爭 真的沒有經歷過 你真的是無法去想像的 而且看他們講的 有的還會講到流淚 所以的話 他們真的就是 有經歷過戰爭的這些人 他們看的話 絕對絕對 會更深刻啦 會更深刻 是 因為整個戰爭的發生 那我們其實有時候看到新聞的畫面 我們還是會覺得說 這真的是一個很殘酷的過程 但是剛剛有提到說 整個烏克蘭 他為什麼這個戰爭的會發生 就是說可能一個國際的姑息 以及說他自己本身 過去有聊到說 他可能 烏克蘭本身 他原本是有核武的 然後為了要加入到國際的組織 慢慢的卸足自己的核武 也慢慢的降低自己的武裝裝備 武裝裝備 這件事情也讓可能俄羅斯會覺得說 他有飢渴 那拉回來我們台灣的情況 我也覺得說 我們基本上我們台灣 絕對不會是一個挑起戰爭的一個國家 但是我們要避免 應該說我們要避免戰爭的最好方法是 就是我們要有能力去戰戰爭的第一時間 像烏克蘭這樣子能夠撐得下 那你有發現說整個戰爭的一開始 大家也很多的假新聞到處的傳播 然後最後甚至可能會有一種網路輿論 就會開始覺得說 戰爭其實好像一種玩笑話 甚至可能我們的市長也可能有小編拿他來開玩笑 但最後發現說整個事實的畫面出來的時候 這整個是非常的不堪的 那我們會覺得說整個的戰爭發生 他一定是會有非常多殘酷的畫面 我們要避免戰爭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軍備 我們還是要保護好 以及說最近開始聊到的一個征兵的議題 說我們到底還要不要再走回征兵制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整個烏克蘭的戰爭 以及說我們可能接下來也會擔心說 會不會中國運用這一個戰爭的期間 也來對我們發起一個侵略的一個行為 我們真的覺得台灣的國防還是要把它做好 然後做好了之後 在第一時間我們要能夠撐得下來 才可以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爭取到國際的一個協助 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我們台灣民眾黨最近好像上了蠻多的新聞 但這些新聞的一些資料來源 卻都發現是來自外部的人 比如說可能是X貓 可能是用某一個網紅的帳號 怎麼又拿到我們民眾黨內部的資料 包括說之前提到的可能酒駕的事件 酒駕的紀錄這件事情是可以查詢的 但是你要先有那一個參選人 他的一個個人資料你才查得到 為什麼這樣的資料 隱私資料它會外流 以及說最近這兩天 視察貓又開始揭露說 OK為什麼我們的財報第一時間 卻是有一個網紅 在網路上公開的討論 以及說甚至那個評論的部分 這些東西我們自己身為黨員 或者身為黨內的幹部參選人 我們甚至都還不清楚這件事情 這其實對民眾來講 民眾黨來講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我們會覺得說我們是要奉勸 次數資料到外面的這些 不管是黨內的黨工也好 或者是說他可能是黨員也好 希望大家可以真的要愛惜這個政黨 而不是說一個字去傷害他 那拉回來是說 很多的小黨其實他在內部的討論 資訊都經常的外流 外流了這件事情 那我們還是要去判斷說 到底這件事情合不合理 那資訊最近在聊這件事情說 我們台南黨部是全國的黨部裡面 他關於一些經費花費最高的 但是我們也想問 而整個全國的在過去 在推公投的期間 只有台南這邊有非常多的志工 非常多的幹部 動員到各個場合裡面去推廣公投 我們走到第一線 我們去站街頭 所以說我覺得這件事情無可厚非 就是我們台南黨部 我們費用雖然花的高 但是我們實際上做的也多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 沒有什麼好去批評他的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黨內要以這件事情來去批判說 我們台南黨部他有問題 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接下來的討論 真的能夠很理性和平的方式 而不是這種好像互相攻擊這樣子 那國民你覺得說 關於這種我們的民眾黨內部的資料 一直在外流 以及說外面的人對我們的評論 你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我本身非常佩服市場 他雖然 以一個網紅的模式 來做一個攻擊手 但是他有別於其他攻擊的類型 有沒有 他提出的東西呢 他就是確診要害的 你就是要跟你一度就掉紅心嗎 而且你會跟 對 掉紅心啊 你要把他反駁 欸 也找不到什麼理由 你知道嗎 要怎麼反駁啊 啊 啊有的呢 如果反駁了 然後反而又被打得更深 因為拔下去拔下去 哇夭壽啊 這真的有厲害 所以他 能夠拿到這些資料的話 一定是不簡單的 而且重點喔 重點他還可以把這些資料呢 用一個很虧諧的模式 好笑的模式 大家一看 哇好笑喔 然後又把民眾黨的一些名稱 把它打下去 我覺得他這種操作的手法 真的是很高招啦 所以我 一直在講 我真的本身很被問 這個還蠻厲害的 是 第一 能夠拿到很 鄭重要害的資料 第二 可以讓大家接受 就是講的話大家也聽得懂 是 有的可能他拿到資料 但是他講出來 欸 大家聽不懂 對啊 有些人就是 欸 我拿到很 中心乖可以被打死的資料 其實像最近那個 陳以信 他一直在拿資料出來 這件事情 他都沒有去好好的解釋他 這是很可惜的地方 對啊 我覺得以信喔 以信哥啦 我叫以信哥 他有良好的一些資料 這些資料很好很讚 但是講出來的 可能並不是大家看得懂 有一些選民啊 什麼之類的 有一些太深了 其實他可能 有些人 要花很多的時間 才看得懂 但是大部分的人 他 不太會花很多時間 去了解 對 但是視差貓的話 他就是可以用 哇 欸 然後一直看下去 然後一直笑 然後哈哈哈哈民眾黨去死啦 吃菜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不管你如何得到資料 這個 我們要查也查不到啦 或是怎樣的 但是的話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就算你拿到資料了 你要怎麼讓人家看得懂 而且是 欸 有興趣再看下去 這個是我覺得個人蠻欣賞的 是 對 成為這個 網紅事件的受害者 受害者 不知道我們品充 對這件事情有什麼想法呢 我倒覺得 我經過這些事情之後 我學到還蠻多 就是你在網路上 尤其是政治人物啊 真的說話要非常 不管是說話還是留言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像那時候 我去那一個 教堂哥哥那邊 留言的事情 是 那我真的沒有想到 因為我是後來 我是2020年 2020年還是 2019年底的時候 加入民眾黨 所以我那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主席 他有寫過 那個簡體的那個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這件事情 是 那我就酸了一下 那一個教堂哥哥說 你為什麼要寫簡體字 然後 他們馬上就找出那個 主席他之前寫過 簡體字的這一個圖片 來頂我 是 那我看他頂得無言以對 我也不知道怎麼 應該說他們其實都已經準備好 相關的資料 他們是一撥一撥的出來 就是等你踩了一個坑 他就突然拿出一個證據 你看就是這樣子 對 對啊 都有做功課啦 都有先備案什麼用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是 有巧思的 有巧思 然後有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許 剛剛進入這個圈子 所以還不太了解 我以後會好好的謹言盛行 這一關就算我輸了 突然就這樣子認輸了 OK 那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在網紅這件事情 慢慢的取代了政治 就變成說 他把政治這件事情變得有趣 然後有更多的人知道 這些事情 某些程度上 他是一個正面的好事 但是 他背後的一個企圖 又是一個比較負面的攻擊 他就變成說 用一個躺衣去包裝 這件負面的攻擊 那我們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也學習到很多 我們會知道說 我們應該要 好好的掌握自己手上的一個資料 然後用一個很好的方式 詮釋給大家 甚至是剛剛提到的 要帶有幽默 詭諧的方式 讓更多的民眾 可以接受這樣的資訊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政治 一個該走的路 而不是說 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自己很崇高 自己非常好的理想 最後發現說 其實我們很多的東西 都很難達到這樣的目的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 利用了一點時間 我們跟大家聊了三個主題 從國民剛剛提到的 關於國民黨 他本身市長的參選人 以及說他對於年輕人加分這件事情 以及說我們平常有聊到說 關於烏克蘭跟俄羅斯之間 戰爭的問題 以及我這邊開的頭 關於說我們台灣民眾黨 跟網紅之間的恩怨情仇 我們會覺得說這些議題 其實未來都有機會 好好的深入 那我們只是說 先天先運用這樣一個機會 跟大家開個頭 如果你對於這些議題的感興趣的話 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面 留個言 或者是告訴我們說 你想要我們聊哪些議題 我們越來越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一個一個去深入它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那我是明忠 我是品忠 我是郭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